字幕提供 誰好呢? Joshua 兩個都可以 你買這麼多東西準備了什麼? 我想開個小型派對給我兒子和他的同學 你知道疫情困了我們這麼久 人都瘋了 最近多了社交活動 我當然要想好東西玩 有那麼多社交活動 你怕不怕靠差感染? 說真的有少許害怕 我是一個很神奇的媽媽 我早就叫兒子和我 全家人都打了疫苗 在想打疫苗的時候 有沒有考慮或擔心? 其實你問我 第一針的時候我都很害怕 因為很多不同的家長有不同的意見 有些媽媽說不要打 不要打 兒子這麼小 不要讓他打 有些就說當然打 防疫很重要 流感針你們都會打 為什麼你們會不打? 所以有兩邊的聲音 但最後我也是選選打 因為我自己的感覺 我們真的沒有能力保護他 如果真的沒有疫苗 我覺得這個等同於你打流感針一樣 打了之後 真的安心很多 至少我也問過醫生的意見 譬如你真的打了針 都中招的話 傷害性或病發的東西 會減輕 會安全一點 我立即想都不想 就帶兒子去打三針 沒錯 做得非常好 打完之後 有沒有什麼反應? 我記得兒子好像是疲一點 打第一針的時候 幸好他沒有發燒 又沒有其他症狀 也非常好 Joshua 現在你看到社會上 很多人都好像回復正常 一樣 很開心 另一方面 其實我這樣想 是否正常 可以將來不用打針呢? 其實這個問題 我想都很多家長 或者很多人都會問 但我的意見 或者我們醫生們的意見 都是覺得 其實當社會復常的時候 就更加應該 更加多人要接種疫苗 因為你想想 當比較多人出街 多些人一起聚集 其實感染的風險 始終都會增加 當然大家在這幾年 都已經開始很好的意識 就是戴口罩 洗手 或者是各樣的防疫措施 那些都做得很好 但是呢 始終當你 我們不能夠做得到百分之百 當大家接觸多了機會的時候 其實那個感染風險都還在 而我們社會上 越來越多人打針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形成一度的屏障 一度的防疫的屏障 其實就是去保護一些容易受感染 或者高風險的人士 包括老人家 或者某些小朋友 甚至乎長期病患 復償了反而更加應該打針 除了我想我們多了活動之外 我們都 現在開始可以去旅行 大家都很開心 當然我們出去外地的同時 也都有其他人在外地回來香港 或者經過香港 所以其實那個感染風險都在 因為很多時候 一些變異的病毒株 其實都在外國那裡輸入 或者在外國一些地方去到 變種 然後再傳來香港 所以其實都始終有個風險在 反過來當我們去外遊的時候 更加 人家可能全街的人都不知道誰病了 自己都有機會感染到 我相信你一定遇過一些很嚴重的情況 例如有些小朋友 是不是真的未打針 或者未打齊針的時候 他們受了感染之後 真的發生了一些很嚴重的情況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因為我很想把你的經歷 我告訴我的媽媽朋友 讓他們知道 如果可能沒有打針 之後的嚴重性有多大 希望我鼓勵他們 讓他們的小朋友打針 在這兩年 兩三年 我們都相繼有一些嚴重的個案 但到了第五波就沒有辦法了 即是海嘯式的感染數字 新冠的裡面 我們看到兩方面 相對比較嚴重的個案 其中一種是思考症 大家可能聽了很多 就是小朋友的氣管 或者聲帶附近的位置 有些腫脹 尤其是一些很小的小朋友 他們本身的氣度已經不太闊 他再有發炎的反應 腫脹的時候 導致呼吸困難 可能要用插喉 插一條喉去幫他們呼吸 另一方面 就是一些小朋友 感染了新冠之後 併發一些腦炎 很多時候這種情況 小朋友差得很快 可能今天就發燒 然後就開始疲 然後可能那一晚 或者第二天 已經有一些抽筋的現象 小朋友會神志不清 或者好像一個昏迷的狀態 真的有一些個案 可能我們覺得他的反應一般 我們再照一些腦的素描 或者是檢查 已經發覺腦已經缺氧 或者是人類的瞳孔 那些反應都不好 就是說其實腦部的功能 已經受到破壞 很快地去到反應 已經可以做的事情做完 但是都幫不了 如果他們打齊針 是真的會 保護力差很遠 我們其實都分析過這些個案 有一部分就完全沒有打針 而有一部分就可能未打得足 例如打了一針 我們其實都參照 以前新冠之前 就是流感 能性感冒 其實那時候流感 小朋友感染了 都有這種情況 偶爾也有腦炎的情況 發覺很明顯 流感疫苗的確可以保護到這種情況 所以其實我們醫科醫生 看到這類很急性的腦炎 我們就知道除了疫苗之外 沒有方法去預防 因為我自己 照顧子樂 他現在快六歲 其實很記得小時候 都很害怕他發燒 的時候 是退不了燒 怕會抽筋 他每逢發到39度以上 我是瘋了 但是 都想 能否進入醫院 都會有這個問題 然後經常說 他千萬不要抽筋 不要有腦炎 我也是這樣 我也是很擔心 我很信任醫生 你問我 一不成功 我一定會載他去醫院 所以他出生到現在 所有防疫的針都打了 你一出生的針一定要打 但是 其他流感 譬如現在 這三針 都打了 我覺得 怎樣 都一定會好 過你不打 疫情以來 有小朋友因為重症 而離世 你問我 這個數字 多不多 我作為醫科醫生 或者每一個父母 一個都是多 不可能 一個都不可以有 疫苗真是一個 在現時 我想 最有功效 可以保護到小朋友的方法 作為家長的我 小朋友有事 真的一個都會嫌多 所以我們絕對不可以 讓他們有事 一定要保護他們 你們快點 帶你的小朋友 打齊新冠疫苗 但是 他們都在想 究竟 什麼時候要跟小朋友打針 大家都會想 但打針又要計 什麼時候有抗體 其實 最好是怎樣 最好就是 越早打就越好 為什麼要早 就是因為 原來我們 都要給一些時間 給身體 產生一些抗體 最少都要 你打完針之後 都要有兩個星期 你身體的抗體 才足夠 提供一個保護 有時候我都想 你去旅行 你都怕不見行李 都買保險 對 你說得對 你當其實打針 都是一個保險 對 為什麼沒有想到 打針就是保險 政府也說 小童齊打針 家長致安心